地球突然升温10度人类还能活吗? 这个故事设定在未来的某天 太阳风暴频繁活跃 导致地球环境温度至少提升了10度 地表升温多少没法计算 可能是因为温度计都爆了 整个地球犹如一颗毛蛋 在炉子上被活活烤了4年 河水 杠枯 粮食 绝手 树都死了 社会结构崩塌 没有法律回归到了野蛮社会 想活下去只能寻找以前遗留的资源 为了活命人吃人成为了普遍现象 紫外线强度不知提高多少倍 防晒霜都成了鸡肋 外出觅食必须包裹得严严实实 否则10分钟晒伤一小时要命 紫外线可不惯着你毛病 末日求生第一法则组队 毒狼只能成为狼肉或者狼皮大衣 小翠和小花姐俩非常聪明 既然没有物资还想抱大腿 姐姐小翠就靠慢一谋生 港子是有车业组 物资还算可以 吃饱了能有人和他活动活动 何乐而不为呢 上了港子只露一双眼睛的车 他们一路向北 听说跟着鸟飞行的方向能找到水 这也是末日求生法则里的小常识 在这个年代汽油根本不花钱了 要么靠运气搜刮 要么跟别人玩命 一座不知道被多少人搜刮过的甲药站里 港子到这搜刮时已经是低油不剩 好在小花从厕所的暖气里面呢 就放出了一点四年沉酿的暖气水 这时找食物的小翠呢 突然大喊一声又人 原来盘踞在此的小贼牛二 偷了他们车里的补给 补给等于性命 港子急眼了 冲上去一铁棍子把他溜倒 准备弄死的是烤着吃 还是蒸着吃时牛二求饶 兄弟跪下留人我有汽油 一听说有汽油 那就以物换物吧 拿出一瓶过其三年的罐头 和一瓶暖气水 就和这个小贼牛二换了20升的汽油 附加条件是牛二说呀 你们得带我一起上路 其实也挺好 以后路上遇到危险 他俩胜算更大一些 不过这小子也算是有钱壳 所以港子一路不停地用旁光瞄着他 路上一座倒塌的电塔 就把他们给拦住了 在这起码是烧了两升的油 才把路障挪走 视野开阔 前面一看还有辆车掉沟里了 俩人才能把车开进沟里 那他一定有油望 小客油箱盖一瞧 真是走了狗屎运 满满的一响 两个油桶根本装不下 就用对讲喊车上的小翠 你赶紧下来给我们速用桶 咱们发达了 小话这是正和姐姐小翠杀了呢 姐呀 你看要不然咱俩开车跑吧 车里吃的够咱俩伙半个月了 何必跟他们俩分享呢 姐姐就激眼了 熊孩子你必瞎说 这都什么世道了 能找到你姐夫这样的好人可难了 刚才见小翠下来呢 就和他说了 等会儿装完油 咱俩就把牛二弄死 能省点物资 小继母刚受完呢 就听上面的小花一声大喊 等他们爬上去时呢 连车带人全没了 完了这是遇到欠人跳了 人家故意在事故车里藏汽油 就等着别人上钩呢 小翠挤坏了 我必须得找到妹妹今天 牛二这时候听到对讲 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 一口气爬上了电塔 希望能放大信号 直到小花的位置 信号没收到 可是看到不远处这么眼呢 他踩那应该就是劫匪的营地 牛二提议咱们趁天黑过去 把人救了再偷个汽车 三个人这尿巧的来到附近 一看对面人可不少啊 钢子觉得咱们还是战术性撤退 就牺牲一下小花呗 牛二急眼了 你要不去 今天我就捅了你 刚好对面不止抓了小花 还有别人 趁别人逃跑时呢 他们仨就冲过去了 一人扔汽油瓶子吸引火力 一个人救人一个人去偷车 结果扔汽油瓶子 这牛二呢被剩钱了 钢子胆小根本没去救人 直接跑上小丑头地车了 还喊呢 快跑啊快跑啊 任务失败了 结果车门子没关上 小丑一家油门可好 钢子还没收回来 在脚后跟直接让门给夹了 这家伙躺在 边好边骂小丑 你瞎呀 你瞎你是不是瞎 小丑也生气了 这道理呢 钢子还捡了一辆自行车 可是这腿脚 还骑什么自行车啊 放弃吧 小丑在对象里 还能听到断断续续的信号 所以断定他妹妹 被困的地方啊 肯定不远 干脆钢子脱了衣服给他 你自己去吧 我在这等你 这脚实在太疼 没法走了 外面阳光明媚 晒得小丑身迷迷糊糊 躲进一座教堂休息 准备晚上继续寻找 严重缺水的功夫 可能是上帝可怜了他呀 走来一个住在附近的老妇 来小姑娘管购和 大姨这里随友的事 直到小丑要找妹妹之后啊 他还提出主动帮忙 来吧孩子 你就跟我回去休息一下 让我儿子帮你找 小丑被老妇的温暖包围呀 就跟着回去了 结果到这发现 上了个大当 老妇这一大家子 就是抓了妹妹的那伙人 隧道里面的钢子 也被他们抓来了 还听到老妇说 把那个小丫头给我带出来 没过多久 小花被带到了小丑的房间 老妇告诉他们 我儿子现在缺个媳妇 小丑你能保证给我生个大孙子 我就让你们家俩 在这好吃好喝的过日子 水和肉管购 你们俩商量商量 姐妹俩哭完商量 用床单子从阁楼跑掉吧 结果老妇他儿子推门而入 打算入洞房了 小丑人家也是有守门员的球门 怎么可能让你踢进球呢 姐妹联手抄起一块板子 就把他给拍晕了 小花顺着床单逃走 跑向了小树林 轮到姐姐时 老妇上楼查看情况 这要是被发现 他就得被做成人肉馅的包子 赶紧下楼 假装他儿子累倒 正在睡觉呢 不让老妇上去 那就一家人坐下来吃狗饭吧 这是末日啊 树皮都被吃光的年代 看到他们家竟然一人一盘肉 小丑差点吐在桌子上 明摆的就是吃人肉的食人家族嘛 想跑结果被拍晕的老妇儿子 把他拦住 并且把他也给打晕了 再醒来时呢 他已经被关到了加工车间 眼看着钢子被他们家的大厨啊 就那么剁成了肉馅 恐慌占据心头 远叔妹妹就一直用镜子提醒他会合地点 这时他想到了 女儿一定也被关在这里 现在正好溜进仓库就女儿出来 近距离看 小丑根本不敢想象 他们一家吧 已经抓了几十号人关在这当食物 找到女儿之后啊 还放走了所有人 瞬间大家冲出木质的囚房跑向了外面 长时间不见日光 被钱光晃的无法看清外面 况且长期不进时也没有劲儿 大多数人都被打倒 重新关到了里面 女儿帮小丑拦住追兵啊 他一路就跑进了小树林 这时老傅已经逮住了他的妹妹 以此要挟他速走就勤 如果再相信老傅 那就是第二次上当 老傅一个大意还没有多闪 就被小丑藏在衣袖的七丁枪打穿 倒地不起了 食人族大当家的一死 他儿子一下就没了主意 抱着老傅哭歌不停啊 家俩转身就逃走了 他们来到了老傅口中说的岩壁取水处 准备吞积一部分之后啊 继续跟着鸟的方向前进 有充足水源的地方才有植物生长 他们仨日不想停留在这 和老傅他们一家一样 靠人肉为食 影片到此结束了 这应该算是德国废土背景下 一个人皮客栈的故事 老傅一家的靠吃人为生 按道理说应该非常谨慎呢 而他偏偏大意了 没有防备 能抓到几十个老爷们的关键囚房 反倒让一个战利威 扎着女人给破解了 最后一幕也是老傅死于话多 手里掐着凶器非要叨叨个没完 可能也是为了一个良好的结局 好人一生平安吧 如果剧本再深入一下 投资再多一点 曝光度再小一点 别那么晃眼睛 这片子应该不错很有味道 得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不嫌弃就关注一下 咱们下期再聊